《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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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朱内亮 来自日本的纪录片导演 请多多关照 对啊 每个月来 上上周也来了 跟唐讯聊合作 然后 昨天也在唐讯 做了演讲 有啊 其实音乐片也拍了 住在先进的日本年轻人的故事 这是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的一个意见 这个反响很好 以后的话 也会拍吧 先进的高科技 还有先进的外国人和外地人 我觉得这个先进的城市跟别的城市完全不一样 因为很多都是外地人 很多都是 但是 就是 对外国人 没有什么排外 特别的开放 先进人的思想 很开放 因为我们外国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脉 我们从零开始做 但是很多大城市的话 已经有那种人脉 但是先进的话 没有什么 就是靠实力 靠创意来发展 所以这个点对外国人 很有意思 今年一二月份的时候 我拍过 住在先进的日本人 先进的日本人 跟其他地方的日本人真的不一样 上海的日本人 北京的日本人 或者成都的南京的 哪里不一样 首先是一个年轻人 住在上海的日本人 基本上四十岁以上的人 也被公司派出了 北京的 还是年龄五十岁六十岁的 比较多 先进的 基本上都是九亿国美学 他们自己愿意过来 而且特别的能干 会讲英语 会讲中文 学历也非常高 所以现在日本 非常有能力的人 选择的诠释是在哪里 就是先进 因为他们以为先进 是比较开放 比较有机会吧 对 但是所以先进的 日本人对先进的印象 比其他的真实也好很多 日本人说先进是 中国的硅谷 对吧 完全不一样 所以先进的印象很好 所以很多年轻人 选择先进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 一直给NHK拍纪录片的 我一直在拍社会 经济 国际关系 类似的 一直在 以这个主题为拍纪录片的 但是我来到中国之后 做自媒体 我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没有人知道我 所以想拍社会类的题材的话 就拍不了 没有什么官方媒体 我是一个自媒体的外国人 谁想愿意配合我们的拍摄 如果社会性的 比如说武汉的也好 华为的也好 华为怎么让我拍华为呢 这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导演 不可能接受 但是我是NHK的身份的话 他们肯定愿意被拍 但是我是一个个人的自媒体 怎么拍呢 所以为什么突然今年开始拍这些社会性的话 因为我出名了 所以可以拍我想拍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因为华为的一百项面果没有播出的时候 华为的员工也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什么样 对 所以他们比较怕自己说错什么的 所以配合的人不多 对 虽然知道我 但是他们怕说错什么的 但是播出了之后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现在好多全世界的华为的员工都给我联系 过了 导演来我们国家拍我们的就是办公室之类的 日本的华为 美国的华为 美国美国 就是欧洲的 还有非洲的华为 或者全中国全国的华为的员工 一直给我们联系 对 还拍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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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后的题材越来越多吧 这就是我们和香港三联合作的合作出版的一本书叫 我住在这里的一个理由 这里有二十个主人公 我们曾经拍过的二十个主人公 都是住在中国的日本人 各种各样的职业 所以记录片和写文章的书是不一样的 就是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思考自己的人生 自己为什么住在这里 所以特别适合仙剑人 因为仙剑人都是外地人比较多嘛 所以很让人思考通过他们的故事 那我为什么现在住在仙剑呢 我现在我来到仙剑的理由是什么 对吧 可以再回顾到自己的故事 是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这个设计也很好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来探索一下 探讨一下自己住在那里的理由